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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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晨 今天是9月6日 歡迎各位聽眾和觀眾收聽 收睇千禧年代這個節目 我是葉冠林 首先要和大家交代一些有關靶場的消息 由現在到晚上的九點粉 身為大靚靶場 昨天有射擊練習 日間練習時各區附近掛紅旗指示 夜間練習時各區附近掛紅燈指示 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 以免發生危險 昨天看到特首林鄭月娥 見記者時也說到 預告過下個月會公佈的第一份施政報告 其中一個重點就是房屋 其實過去一段時間 上街政府也好 都是說房屋是很重要的一環 昨天看到一些風傳出來 事關之前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的時候 應該說在他的政綱的時候也提過一點 就是他建議重置置業階梯 重現置業希望 其中有提過一個概念 港人首置上車盤 昨天看到房協主席烏滿海 有提到他對於港人首置上車盤的看法 他說現在居屋要和市價掛勾 現在掛在七成 他說接下來這個首置上車盤 應該考慮申請人的能力 就不一定要和市價掛勾 第一個想法 另外就說由於現在價錢可能會便宜 所以他就預計轉售限制或者會較大的 例如可能更長的年份都不能賣 或者要賣的時候只是賣給政府 有些不同的演繹 另外也提到申請的資格 烏滿海提就說 譬如可能只是給六表和八表的人申請 有些這樣的提法 具體是怎樣呢 其實都要等之後施政報告公佈 不過聽到這些方向的風傳出來 這個時候你在社會上都可以一起討論一下 或者這個時候你都可以說一說 究竟你怎樣看 如果再做一些港人首次上車盤 不過特點就是和市價掛勾 你會怎樣看呢 可以打你和我們說一下 172311 172311 今早請來一位學者和我們聊一下 又在香港城市大學 建築科技學部高級講師潘永祥 早安 潘永祥 早安 葉冠林 怎樣看今次傳出來的風 因為當日看靜岡 有五層的置業階梯 第一層是公屋 上一些是六次區 接著就到居屋 接著林鄭就說 我建一個港人首次上車盤 設在居屋之上的 再上到第五層就是私樓 如果聽到現在這個說法 還是不是之前那一回事 你怎樣看 我們過往就說是階梯 這個階梯一定是要你搭上去 如果你說階梯 好像我們在走階梯 這個高度六尺 我都不能搭上去 這個階梯根本就形同去設 過往我們二三十年前 的確這個階梯是成功的 就是說我先住公屋 我省了一些租金 然後儲了錢 我希望有資產物業去居屋 再上居屋 可能居屋 那你看到現在那個脫薩節 就是說如果我住公屋 可能就是千幾二千元 我就可以租到 但是如果你說我買私樓 說到隨時一萬幾二萬元一尺 那你跟住居屋又要掛勾 通常都是七折 所以如果我是一萬元 我都要七千元 如果現在去到一萬幾元 我隨時都要差不多接近八千元一尺 那這跟我的公屋的差距太大 那就是現在 大家都覺得住公屋 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 那我還怎會去買這個居屋 甚至於更加不會把私樓 所以如果我們要有一個街梯 就確定我們的概念要改改 即我們的居屋已經不可以做 跟市價掛勾 因應負擔能力 那時候你才跟公屋接近些 才會有一個街梯 還有我們現在說 是不是街梯有沒有那麼需要 都未必需要 如果你說當我們已經 不是跟私樓房屋的價錢掛勾 我們用可負擔能力的 那大家就有不同的類別 是不是有些人 我根本是買不到居屋 或者私樓 那我也不符合資格住公屋 那你讓他們能夠負擔能力 會不會在建築成本裏面 加一些 那可能就是五、六千元一尺 而讓他們可以有一個安心 可以有一個安居樂業 那所以整體的房屋政策一定要改 不可以維持現在 現有這幾類的房屋 就是公屋、居屋、私樓 潘遠征聽你這樣說 其實你所說的 屋就不只是加一個 港人首次上車盤 你說居屋的玩法都要轉掉 一定要 一定要 為什麼呢 現在我看到很多 符合居屋資格的人 都很急於去買私樓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 你的量少 我今年抽不中 就是根本是很難抽中 那就要等明年 又撞一下彩 明年不行 又是後年 那這樣 一吞吞吞吞吞 你又跟私樓去掛鉤的時候 可能到時的居屋 比現在的私樓更貴 所以有些人說 反正你這麼渺茫 抽不中 不如我現在先賣私樓 現在賣私樓 可能一萬元一尺 到時你抽到三四年後 就要被你抽中 可能到時的居屋 都不止一萬元一尺 所以你一定要脫鉤 如果脫鉤 我告訴你 總之我居屋 這個我就脫鉤了 我用可負擔能力 可能是六千元七千元一尺 我不管你今年抽中 我也是六七千元一尺 你四年後抽中 我又是六七千元一尺 那我就安心很多了 我不用怕 我就說 今天我就要賣私樓 其實很多人知道 他現在未必有 真正的需要 他和家人正在住 只不過父母就說 買定 要不然要怎樣結婚 怎樣生孩子 這樣其實是很無稽的 聽到了 潘永祥很清楚地說到 你的主張 就是希望居屋的售價 都應該要和市價脫鉤 這是你的主張 不過看回現在政府聽到的風 烏滿海的說法 和《明報》說 房協主席 他說有別於現時居屋定價 參考市價七節發售的做法 他建議首次上車盤的價格 應該考慮申請人的能力 負擔能力等等 似乎他的說法字面上 有別於現在居屋正在掛鉤 參考市價七節 似乎那部分未必動 聽下去 就是從字面上 現在新搞一個首次上車盤 脫鉤的部分是他搞的 似乎是 居屋那裡我不知道會動 還是不會動 但是在表面上 看字面上沒有說會動 如果就這樣比較兩樣東西 哪樣東西會便宜一點 如果居屋 如果它維持七節 這個首次上車盤 就是看負擔能力 應該這個比居屋還便宜 想到究竟那個反應是怎樣 市場或者社會裡的接受程度是怎樣 但是我相信長語來說 其實兩元可以分開的 不是代表一個就一定要貴些 所以就要跟市場掛鉤 比如說你首次上車盤 可以給一些入息較為低些 它又不符合公屋資格 那它那個可能是 不如假設我用樓價去給 200萬或者五六千元一呎 如果你居屋 我一樣是可以脫鉤的 不過可能貴些 可能300萬一間 不過申請資格可能不同 這個可能入息會高些 居屋反而難些申請 你意思是首次上車盤 你意思是更容易申請嗎 當然 因為你的樓價是低一點 低一點 即是給一些那個入息 或者經濟負擔能力是較為低一點的人 如果你說居屋可能會 其實現在我們都不需要用居屋 這個名稱 如果是不同的制度 可能這一類的房屋 那個折扣是大一點的 另一類房屋的折扣可能是小一點的 不過都不是跟市場掛鉤 這樣的時候你才會安心的 我舉個例子 譬如你現在的公屋也是 為什麼那些人這麼安心去輪候公屋呢 因為我知道 就算我遲一兩年後才上公屋 我的租金不會貴了 是 如果你告訴我 不是的 我不知道的 你遲三年後才上公屋 可能到時候你的租金會比較貴 因為公屋是跟市值租金掛鉤的 市值租金的七折 那我就很害怕了 我遲一年新的公屋 我租金會比較貴 好 這個時候想打斷一會兒 不好意思 剛剛收到特別交通消息 想跟聽眾和觀眾交代 那就是港鐵公司有個宣布 就說較早前 觀塘線往黃埔方向採紅站附近的訊號故障 現在已經完成了修復工作 觀塘線列車服務會陸續回復正常 說回之前觀塘線往黃埔方向採紅站附近的訊號故障 所以觀塘線列車服務會陸續回復正常 說到有關我們的房屋政策 因為特首預告了 接下來的施認報告 重點也會是房屋 有些風傳出來說 之前提及過港人首次上車盤 可能定價會和市價脫歐 大家怎麼看這個方向呢 可以帶來講一下17231 繼續有嘉賓的 香港城市大學建築科技學部高級講師 潘兵祥在這裡 很想問一件事 因為之前看回林鄭那份的政綱 公屋、陸自居、居屋 港人首次上車盤、私樓 一級一級上的 剛才聽港人首次上車盤 應該現在擺位和政綱不同了 因為似乎放進居屋和陸自居中間的位置 有沒有動到位置 如果從定價來看 或者從現在傳出來的方向來看 從定價來看 它根本是一個新的政策 嗯 就是說我們過往 我們資助房屋裡面說 最重要是公屋和居屋 而居屋一般來說 都是跟市價掛歐 不過你說如果樓價高的時候 我們試過去到五折也可以 都是跟市價掛歐 即是多少折 這個其實首次上車盤 似乎就是另類 即是說你不要說是哪個階梯 在哪個層次 我想說我現在就是不跟市價掛歐 即是說用一個可負擔能力 如果你負擔能力是高 我就高一點 低我就低一點 如果跟市值不同 即是說私人樓是會有私人樓跌的 是 我們曾經試過有些年代 就是買了樓的那些人 是賣回給政府的 為什麼呢 因為私人樓跌得比居屋還便宜 所以變成 如果你說跟市價掛歐 那時候那個樓一定會跌得很多 但如果你說可負擔能力 就不是了 就像我現在公屋一樣 我現在你什麼時候申請到 我都是用千能二千元 我不管你現在市值租金 是升了多少 或者跌了多少 就是價為一個你可以預測到的負擔能力 那市民就安心很多了 我就知道原來醫療房 約是五千元一呎 還是六千元一呎 我就知道 只要我收縱了 我將來我的經濟能力 是否可以負擔到呢 似乎這個就是一個定額的價錢 令市民安心 以及可以負擔得到 剛剛就說到現在的風傳出來 說到會脫歐 如果說到這個新港人首次上車本 和市價脫歐 是 那麼脫歐的價錢怎麼算呢 其實都有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計算買家的負擔能力 一個就說不要了 直接用成本價來計算 成本價多少 你可能收回那個價錢 或者多一點點就算了 你又怎麼看呢 兩個脫歐之後 怎樣計算的價錢 怎樣定價 兩樣都可以做的 但是我覺得就不是那麼洗版 其實如果你說可負擔能力 其實已經是 看你說這條線在哪裏 所以如果你說可負擔能力 就是等於你一般的入息 那個價錢入息的可能是一半 其實這個都已經是不錯的 當然我覺得其實長遠來計算 可以定在這裏建造成本 然後高一點點 這個好處就是 大家都覺得 那些地拿出來的時候 那個反對的聲音就小很多 因為現在我們香港就不是沒有地 只不過就說你用來做什麼 我那時候就問一些年輕人說 我跟他說小息 我說如果在郊野公園拿些地出來 又或者在一些丁密度的地方 我們最熟悉就是丁國路 沿路我們都是一些三層高的丁國 如果我們在一些高樓大廈 不過至少給年輕人二百萬 那你會不會走出來反對 那他就看著我二十多秒之後 他說這樣嗎? 那也接受的 不反對 你會看到其實很多時候 反對不是純粹因為 百分之百是環保 或者這些因素 反而是說 如果你這些地出來建造之後 都是給反應商 他們覺得是益法子商賺大錢 都解決不了房屋的問題 我也是沒有錢買的 他才反對 但是如果你說 這個用一個 我們說見了成本 去賣給一些市民 其實你的餅會大很多 是 大家打來講一下你的看法 17231 17231 我想再跟潘遠祥說多一點 未來的房屋怎樣選擇 現在就傳了 烏滿海的說法 都是說 就算首次上車盤 都是可能 六表 八表的人士可以買的 因為限制要多些便宜 沒錯 另外居屋又可能繼續存在 雖然你主張說脫勾 但我覺得他好像未必說脫勾 或者起碼現在沒有風說他會脫勾 沒錯 到時出現 如果你是一個有資格去認購 這些資助房屋的人士 你會選擇居屋 還是選擇 那人首次上車盤 因為那些可能比居屋更便宜 他有兩個選擇 那會不會出現一個居屋 滯銷的情況呢 你說滯銷 你假設一件事 就是我們供應量很多 你喜歡你選擇什麼都可以 最好就是去吃飯 茶餐廳也可以 去酒店也可以 但是我相信這個量 不是去到一個階段 嗯 一定有些人 就算你說 我很想買這個手次上車盤 也好 那你未必會抽中 嗯 而且我相信那個入息 會不會有區別呢 嗯 如果到時我們居屋 為什麼我們那個入息 定得這麼緊呢 就因為我們有量少 嗯 但是如果我們已經有一定的量 去到手次上車盤 那你會不會說 現在相對於好像居屋資格的人 可以買手次上車盤 再入息高一點的 會不會就是現在我們所謂的居屋 就是推高一層 對 就是可能你的入息 就是等於我們以前說是夾心階層 你的入息可以高一點 其實兩個是可以 不同的入息的資格都可以 嗯 當然雖然我說是 居屋應該要脫勾 但是你知道 政府做人民事 都是要穩打穩擇 是否只要在短期內 我們還是先維持居屋 現在這個政策 到手次上車盤推出來 看看市場的反應 社會的反應 到時我們可以調節的 是嗎 到時我們居屋都是掛勾 不過不是用七折 可否用五折呢 再解決的時候 我們簡直是完全脫勾 不過脫勾得來 跟手次上車盤都有差距 一個就是差不多是同一個成本價 而居屋就是成本價 可能加回一兩成這樣 不過那個入息資格是有差異的 這樣也可以的 所以不是一需要 今天我就馬上要將居屋 整個政策改掉的 另外又看到一些消息 我見《信報》 今天的報導有一個消息 他說據了解 政府計劃就跟私人發展商 用公私營合作的模式 來開發新界農地 政府就會給一些保地價的優惠 給發展商用來建一些私人住宅 建好之後 就將部分的單位 交給政府 就用來做港人手智上車盤 並且用一些大面積的農地 來做目標 希望可以建更多的單位 你聽起來又怎樣 可能如果將來做港人手智上車盤 一來就是公私營合作的 私人發展商有份建的 可能是這樣 第二就是 似乎都在新界農地 即那些未必是市區位 如果綜合了這個消息 你又怎樣看呢 有沒有影響吸引力 這個就不是單純吸引力 我們現在談的是 我們地是有的 我們怎樣能夠增加土地供應 而達到更多房屋 我們看到過往例子 就是很多農地其實是荒廢了 當然仍然是耕種 我們仍然鼓勵耕種 但是很多種種原因 是吧 因為那個人口的老化 或者那些地區的轉移 很多人搬來了 都已經不是做耕種 也都可能有些地方 在交通配套都適合做私營房屋的 但是過往很多救病 就是政府的保地價政策 是收足百分之一百的 嗯 實際上如果你在私營房屋 你那個地價是十億 我就收到十億 二十億我就收到二十億 是沒有一個誘因 給發展商是去保地價的 還有談那個保地價都漫長的 所以過往我也有提議過 會不會一半呢 如果保地價不是保足 比如說二十億的地價市值 那你可不可以一半呢 因為低的確那塊地是發展商的 或者不要說發展商是私人的 我只是改變用途 我不是去拍賣這塊地 去舉手買回來 但是這個意見我也提過 很多居然說 潘永祥你提議這件事 原意是好的 你的目的是想增加土地 但是在現在這個時代來說 你一說話 當然是官商勾結 你說收了一半是第二價 利益輸送 是的 這個輸送其實 都是益助了社會 多些房屋供應 但是他又買得很貴 最怕他之後又 是的 反而我如何控制 樓價不是用私樓呢 所以如果你說這些 是能夠做私營房屋的 那就好了 嗯 其實我們以前也有些叫做 居屋我們私人合作 是吧 就是說私人建了之後 就拿出來做居屋 嗯 不過袋子的地是政府的 而那些發生商是投的 是投的地價 這個其實我們參考相類似 就是說如果你有農地 我免地交給你 你可以建一些私座房屋 好像居屋一樣 不過你建好之後 要交給我 我用一個一定的價錢幫你買 這個買當然不會見到成本價 可能見到成本 再加兩成 或者三成 那時候大家都有誘因 因為發生商 反正我的地 放在這裡 我都發生不了 補地價也很貴 那時候如果我建了成本 加兩成 或者這麼長時間 賣給政府 政府賣了之後 政府你自己決定 怎樣去給什麼人 你可以住 給公屋也可以 你可以給手指上車判 也可以 你可以給居屋也可以 這些 那時候社會一定會接受 不會覺得官商很貴 但是出來 港人手指上車判 由於公私行合作 有些人迷信 就覺得這些應該質量 會比一般居屋 建築質量那些 會不會呢 會不會變得又便宜 質量又好些 更具吸引力呢 看你到時候的政策是怎樣的 這是公私營合作 如果這所謂公私營合作 就說我在10座 有5座 就給回發展商 那一定不用想 那5座一定是好的 那你說另外5座 用來做資助房屋 是不是失數一定好呢 未必的 我們過往 這個私人參與 建築屋是差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只是在這裏 最基本的要求給你 因為那些是我們給你 可能還是差了 也不奇怪 聽了這麼多消息 各位聽眾 怎麼看呢 我們香港未來的房屋發展的策略 可以怎樣 帶來談談 187231 好 回到千禧年代的時間 今早在談到房屋政策的話題 事關於林鄭月娥的政綱 有提及港人首次上車盤 現在似乎多了些消息出來 因為看到房協主席烏滿海有些說法 另外有些報章也引述一些消息 就說這個首次上車盤 有一個可能是定價會和市價脫勾 這個方向你怎麼看呢 可以帶來和你說一下 187231 17231 只不過繼續有嘉賓 香港城市大學建築科技學部的高級講師 潘永祥在這裏 剛才就講到這個建議 地從何來呢 現在有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今天就是第一次開會 都要找地 如果你要找地做港人首次上車盤 會是在現有的工營地拔出來 私營地拔出來 還是應該怎樣找呢 一定不是說裝餅不變 如果餅不變 其實你怎樣切 都是一個不好的效果 不良效果 因為公屋你多了 私樓就少了 私樓就更加鬼 居屋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一定要想想 如何將餅製造大 我現在發覺 現在我們的地不是沒有的 只不過現在很多人反對 就說你不要說在郊野公園 就算一些路化地帶 你建了出來 都是給發展商 就是益了發展商 令發展商賺大錢 總管你提供了出來 房屋多了也好 也有些聲音就是 這些全部都是貴價樓 現在就算你不是貴價樓 你一般好 都是賣萬多元一尺 那我的時候 你起出來現在的 大多數的基層 沒有辦法買到的 那麽時候 你當然 你這塊地 不要再去餅大一點 就算現在 我在廚房的策略 十年裏面 46萬 你都很難達到目標 我也跟年輕人說 剛才也說 其實如果你說這些地 建了之後 是能夠給一些年輕人 做青年宿舍 或者好像現在我們首次採棋盤 量會多的 其實很多人都不會反對 當然你說 仍然有些個別人士會反對 我現在聽到 有些聲音都轉了 就是現在說 保育或者一些家具公園 不能碰 或者綠化不能碰 現在已經有些人 已經很不耐煩 就是你經常說中地 說軍事用地 你說居虎球場 大家都知道短期內是不可行的 你的軍事用地 你要談多久 如果再這樣糾纏下去 你十年二十年 都是只有零 也已經有些人去到 你說這又不要發展 那又不要發展 他已經問了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你住多大 是吧 原來發覺 原來你在說 原來你自己住的地方不錯 所以你一定要在社會裡有共識 就是說 如果那些地 是給一些基層 或者一些手次盤 那時候會不會 那個阻力會大一點 會小很多 過往其實有時候找些地方 都說大概六四比 說個比例 沒有說到這麼仔細 怎麼劃分的 但你的建議就是說 接下來如果要在一些 爭議性的土地來源 就要說明 譬如填海那塊地 就要說到很小 說到多少來做首次上車盤 多少來住居屋 要說到這樣 現實上做不做到 因為有些很遠期 譬如填海 不知道多久之後才回來 這麼早說到做什麼 那又是否現實呢 當然 我們有時候說這些 未必一定要 當然有些地方是近期的 或者我們都預測到地點 是適宜做私作房屋的 我們可以較為具體一點 有什麼是六四或者七三 但是我現在發現 是否一個長遠的政策 就是現在我們看到 就算我們長遠的房子策略 這十年裡面 就是西亞六萬 我們都在說 19,000個單位是私人房屋 只有8,000個是居屋 這個比例根本是 對社會的期望 是太落空的 變成大家覺得 我根本抽居屋 都不知道抽到什麼時候才能抽到 其實如果你的量是大一點 就是我餅大一點 而同一時間 資助房屋 無論你叫居屋 總之是出售房屋 是量多一些 甚至可能是一半一半 甚至可能去到一個階段 我們可以去到 資助的出售房屋 是多一些都可以的 為什麼不是 二萬個是資助房屋 出售房屋 你說叫居屋 或者首次搶擠盤也好 而一萬個是私人房屋 當然可能你會說 如果這樣的時候 私人房屋的樓價 豈不是更加貴嗎 現在你是2比1 即是要往居屋和出售 出售的 出售的 但其實我也看了很多心聲 和很多年輕人或者基層談過 其實他們真的不是很需要住的 其實他們現在是和家人住的 只不過怕住就是 我現在抽不到居屋 遲些又抽不到居屋 所以抽不到的時候 我買私人房屋很貴 如果你要告訴我 如果那些貨幣其實是多的 是2比1 是反轉 是出售的私人房屋 我就不用擔心了 然後過往我們記得 居屋一年是有三四次的 每三四個月就抽一次 如果那些貨幣是多 我不用擔心 這麼快就要買私人房屋 1萬8萬9萬 其實還有2萬個 目標是公屋 還有2萬個是居屋 是公屋 公屋 整體是這樣看的 整體來說就是46萬個 是啦 但是公屋那裡長期落空的 這是目標來的 長期都不到2萬的 好了 大家怎麼看整個房屋政策 可以繼續打來談 17231 不如聽聽眾先 那邊有溫先生打上來 172 3 1 溫先生早晨 早晨 請教溫先生 是的 其實我也挺同意你們的觀點 那我再想補充一點 第一就是 其實是不應該跟市價的 因為現在市價同市民的收入都脫了 其實但是要落一個情況就是 那些樓可以賣給那些人住 但是他們如果離開的時候 不可以再賣出去省錢 一定要給政府原價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人口政策 那就是 其實現在搭車都知道了 已經是迫得很厲害的 那其實香港已經是太多人了 即是就算有樓 其實其他的公共設施都不夠 現在的人用 是的 接著第三就是 你做完這些事情之後 一定會影響現在的樓價 那現在樓價隨時會跌回三成之後 那政府要做一些事情 去保護那些負資產 這個就是我的意見 OK 好 多謝阿溫先生 謝謝 做了這些政策可能樓價會跌那麼多 那先看看就怎樣 現在都在等司令報告 看看具體的政策是怎樣 這個時候不如請到嘉賓和我們一起談 在電話旁邊有 公屋聯會總幹事 亦都是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的成員 焦國偉在這裏 早安 焦國偉 早安 潘永祥也在這裏 我想問一下 港人首次上車盤的概念 政綱也有提過的 現在傳出來的風 你覺得和政綱提過的不同嗎 其實傳聞和政綱是兩碼之事 政綱說到在居屋之上 針對一些中產人士的需要 但是這幾天的報道說 這個首次盤 又可以給一些居屋的申請者 現在價格又比較低於居屋 其實跟林鄭政綱的說法有些不同 對於現在傳出的風這個方向 你又怎樣看會不會是好事呢 其實我覺得同意的 所以價格方面 過去資助的房屋 都是同一些市值是掛勾 市值越來越高的話 其實這些單位都會高的 如果你說現在改變了這個方式 用一個所謂價錢入息 或者負擔能力去計算的話 就不會令到市值影響得到 其實就可以望得到 更加多人的自由的需要 但是如果居屋維持掛勾 港人首次上車盤就脫勾的 可能考慮負擔能力等等因素 那會不會變成港人首次上車盤 應該更加便宜 更加吸引力大 那居屋又變成了不知怎樣呢 還是怎樣呢 其實我想首次上車盤這個情況 我想整個資助房屋的政策 現在都不知道林鄭特首 想怎樣做 因為居屋 甚至乎綠紙居 現在的所謂首次上車盤 其實過去 我想他可能會在市政府裏面 也會說清楚 現在的房屋應該是怎樣去 添堆再好 或者有沒有轉手限制 這個應該說清楚才行 你自己是怎樣看呢 如果在錄表白表的申請者 現在有居屋檢 有港人首次上車盤檢 如果錄表那些 還有六次居檢 似乎很多東西都折落 這群人身上他們有很多選擇 原本說了居屋之上 有港人首次上車盤 那群人沒有居屋申請資格 就好像完全沒有東西幫他 會不會出現這樣的局面 我個人看法 如果手次上車盤這些 有可不可以多一些比例 是比一些一般的市民 畢竟如果特首都說到 綠紙居都想大推 其實綠紙居已經是幫到很多目標 或者公屋的居民可以去扭轉 如果這個手折盤 又是針對公屋規民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否可以撥多一些 或者買不起居屋的 那些白表家庭 可以多一些機會 就是透過這些便宜一些的單位 可以去上車 那當然這些單位 如果這麼便宜的話 轉收限制 或者一些限制高一些 我覺得是無效費的 即可能你是說配額那樣 即劃一部分就比 不符合居居申請資格的 都可以有類似大抽獎的認識 可以這麼說 譬如現在居屋就一半一半 600元一半一半 那譬如港人手折盤 那可不可以大概去到七成 或者是多一些 給一些所謂一般市民 不是非公屋的 可以透過這個所謂手折盤上車 但是公屋方面 可以透過6至居多一些 就可以去上車 其實市場可以分開一點點 就不要一直債給6表的 那8表那些 就是買居屋 那些價錢這麼貴 現在去到400萬左右 那應該確實是很難負擔得到的 嗯 另外脫了歐之後的數 怎麼算呢 有一個說法就是負擔能力的就算 有些就說 不如用成本價去算吧 你又怎麼看這個 如果看回那個家庭利息中的數 現在大概是 一般家庭都是2萬6千元左右 就是統計著那個資料來看 那如果公屋人力 可能都是200萬 或者250萬左右 那這個我覺得 可能都是一個比較適宜的價錢 你說去到 就是見到成本 那可能100多萬 這個當然那個幅度 可以在這個地方裏面去調節 相信這個都是 100多萬或者200萬左右 這個價錢 所以應該都是相對受歡迎的 嗯 有些人有說法 如果計算建築成本 就怕劃不到地區上的分別 就是理論上 一些市區應該要貴一些 那如果計算建築成本 又踢走一個地價去計算 那應該道到區差不多而已 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這個就值得大家去談 但是你說如果用 現在已經脫了歐 不用市值的話 其實就可能就是 大部分的單位 可能都是偏向相對近一些的售價 或者是便宜很多 那這個 所以想說 如果這個是這麼大的便宜價 那我想 其他那些條款 就是要高一些 我想就比較 大家會接收得到 OK 好 那招國偉跟你聊天 多謝你 招國偉就是 公屋聯會總幹事 也是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的成員 我們電話872371 172371 直播室繼續有嘉賓 香港城市大學建築科技學部高級講師 潘永祥 聽聽眾盧先生會怎樣看 盧先生你好 早晨 早晨 我是中文大學經濟畢業生 其實我會看 現在香港最主要的主要問題 其實不是關於土地供應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看回 其實香港政府的土地儲備其實不少 只不過一定的問題是 在土地的安排上和分配上 那個比例是做得不好 譬如擺了很多資源去私家樓 或者擺了很多在大型基建上 其實到最後 其實很少的比例是給了公屋 所以其實如果是不斷去 增加了土地供應 而不去改變一下土地會運用的比例 其實我相信 是不是真的解決到 香港人的公屋或者上次問題 再說先 公屋來說 剛才說的目標 其實數量上 現在應該是最多的 二萬個單位 目標 希望做到一年二萬個單位 私樓萬八 居屋萬八 居屋八千 比例上還是它高 即是你說用資源 用土地資源在公屋之上 我都明白 我們都知道 政府有一個比例的目標 其實有一個數字目標 但問題是 現在的問題是 我們其實現有的土地儲備 其實是可以有一個重新的分配 而不需要去到 去增加土地供應的過程 就可能在法律上 或者可能要在收地上 或者要去諮詢那方面的時間 就再再長了 為什麼我們不去去減省時間 是用現有的土地資源 來去做這件事 而去開發生土地的過程 增加多時間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幫到市民 更加快上車 這個是可能是普通市民的意見 是否舉了一些例子 你為什麼覺得 現在土地儲備 有很多是未用到的呢 因為政府經常叫沒有地 但你就說政府其實有些地 收起來了 其實你有沒有具體的 是怎樣看得到呢 其實我們看到的 我們看到政府 比如說 在大型機建 比如啟德那裡 就是之前有計劃 去做一個大型的運動館 其實那個地方 其實我們可不可以考慮 是做一個住宅區 或者公屋住宅區呢 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我們看到其實 很多時候現在 其實在很多舊區裡面 就是市區重建局的過程裡面 都是收購了 而去做一些很大型的 或者很昂貴的私家樓 這個過程我們都認到 市民會覺得 其實是不是真的 在做增加土地供應 貨公屋呢 這個就是市民的觀感 和一個親身體會 不過近來近年 有些呼聲就說 我們住起來 都希望有些適當的 休息設施 不應該物質質建樓 建到高就為止好的 所以當日啟德 才有這樣的規劃 就是相對地積比小些 又多些地方 做些民喉勞 這個方向又怎樣看呢 還是用了連有土地 來建多些樓 然後減少土地的需求 你覺得這個才是一個 對的出路呢 我們都是看一個平衡 或者安排比例上 我們覺得政府的問題 就會很極限 要不就看那個project裡面 剛才說 就只是大型的運動場所來的 而沒有住屋的計劃在裡面 令到市民會覺得 其實一方面 只是做一些大型機建議 沒有住宅 其實這個觀感很差 都不是一個應該合理的比例 其實我的問題是 現在的重宗之重是住屋需要 而休憩是相對其次的 所以我覺得市民會想 就是先上車再住 才好想其他的 一個叫做休憩的設施 其實我覺得政府要擺的 焦點是多少少這裡 多謝你先盧先生 多謝你的意見 謝謝 表明祥怎樣回應盧先生這種說法呢 不如先建少些休憩設施 建多些樓 現在最重要解決這個問題 社會裡面一定有不同的聲音 我在城規會裡面 很多時候我們說規學用途 綠化好轉移住宅好 或者把滴跡比去改變好 僅有一些聲音 大家不同意見 如果我不是體育界人士 我當然是說看什麼肉 去做住宅好 的確體育在香港也是重要的 你聽到很多聲音 有時候說有些改變 例如在宿生好 或者在地點不同了 都有很大的迴響 還有就算你說休憩用途 我們現在都看到 如果你將休憩用途 減少了 也都有很大的迴響 所以變成很多時候 可能說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當你這個 去到整個社會裡面 一定要取得平衡 所以在現在來說 的確確確實在平衡裡面 或者支援所大家不同的意見的時候 我們剩下住宅的地 的確確確實是很少的 即是很不足夠的 所以真的要在不同的途徑 去增加土地公園才行 潘永祥有很多身份 除了學者之外 另一個身份 就是事件局的非執董 你上來 不如跟你談多一個話題 就關於這個波鞋街重建 之前我們千禧年代都有討論過 波鞋街重建 當初最早的方案 就是事件局承諾 我們有個體育名人館 有個空中花園 然後整整一下 就被傳媒發現 走了數了 為什麼整整一下 沒有了 現在起好出來 沒有了體育名人館 不過現在最新聽的說法就是 不是我們找回一個舖位 希望能夠發揮一個體育名人館的用頭 找一個舖位放回一些資料 另外說走了數的空中花園 就說不是 其實藍座的低座三樓 有一個過千尺的平台花園 作用就好像空中花園一樣 是 有些最新的回應 你又怎麼看這次事件局的處理 畢竟這個都是說到2010年 或者2011年的時候 那個發展項目的改變 大家也知道 原因就是因為 承規會是把高度改低了 去到主水平基準裡面100米 所以當你改低的時候 當時你要考慮幾樣東西 究竟減少了住宅 減少了商鋪 減少一些部分的公用空間 其實三樣都是社會需要的 如果住宅減少了 其實很多市民都希望能夠增加多些房屋供應 現在我們微地或增加密度 都是在潮在一個方向 怎樣可以增加多些房屋呢 但是公共空間 尤其是在附近裡面的居民 首要說你不要建那麼多樓最好 我多些公共空間 因為我能夠 因為我經常都可能會用到 但是你說偏遠的地方 公共空間我都不去的 可以上水或者其他地方 如果你說住宅多些 那就整體的工人又多了 商鋪也是 也有些市民就說 如果你的商鋪多了 我可以購物的又方便了 所以一個改變一個項目 其實三樣東西都要取得平衡 我的理解就是 當年市政局 是都有去到區議會上諮詢的 當然了 你現在很難去找回 究竟區議會有沒有反對 或者是否支持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發覺 一些諮詢的時候 有些情況是很明顯的 甚至可能是拉橫抗議的 但有些可能是一些是意見式 就是我都不是太理想 或者不是理不理想 就是我提議你是怎樣去做 所以有時候 醫藥諮詢究竟當時是等同於贊成 還是反對 還是說給一些意見 因為區議會 那時候訪問葉澳東 當年好像說得不清不楚 我相信也是 被蒙運之下過了 我也相信 因為這個事情不是說 說得不清不楚 實際上在一些政府 一些就在我們城規會裡面 都有一些是 一些條件一定要做的 不做到就等同於 是不符合那個條件 有些可能是意見識的 所以變成的確 我相信當時是諮詢過 不過但是如果回過去 會不會做得好些呢 或者會不會改變現在的社會訴求呢 當然是永遠都有改正的空間 剩下半分鐘很快問一問 這次事件會不會令大家覺得事件失信於公眾呢 我相信也未必的 因為的確是 善果也交道過 當時為什麼要降低高度 也都去區議會諮詢過 只不過是 那時候會不會在溝通過 大家有一些誤解好 或者大家不是很清晰的 我相信日後如果有一個很清晰的意見 我相信善果是會接納公眾的意見的 好 今早多謝你的嘉賓 有事件局的非執董潘永祥和你聊到這裡 9點鐘後 香港電台第一台 繼續有千禧現代